你知道犯規處在哪裡的時候 這個犯規的動作就並不是這麼容易 明顯的被吹輸啊 哇這球再要回來 結果呢是率先由富邦來投進第一個Fill Go 4秒的進攻時間 哇這球吃憋了 前面沒有人 非常輕鬆 拿下兩分 當時跳投倒地這一招啊 應該也是在韓國所學到了 因為你看到國內很少有球員啊 會投來以後自己自動倒 前面變成了三打一 選擇自己來打 拿下分數 富邦追到了五十 藍匡受到一些障礙 是 那當然在防守面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真的抓得到對方 又要投三分啊 因為太準了 哇這個上半上下半場的雙方的手氣是輪流轉 我就跟你 拉第二拍 來 六十三別六十二 達星呢 又要回領先的優勢 這邊接近來 哇這林書瑋在第三節也打瘋了 一直沒有辦法找到他的節奏 沒錯 在一對一的狀況之下 他打不盡塞了 在昨天呢 他有很多人 Double Team他沒有辦法擊破 可是今天一對一 他 這個防守黏得非常近 帶進來之後高拋 哇 彈兩下 有了 往左邊走的話 他有海一般的空檔 哇 可是在這一開局啊 他打了38分鐘左右 39分鐘左右 哇 那林書瑋今天打了37分鐘 所以的確在 最重要的一場比賽啊 對 我來說 大家 說 李宗盛 李宗盛 個